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世间一切都是注定 人活着别揣着糊涂装明白 要在明白的时候装糊涂 有些事你一辈子都不会明白 也没有必要弄明白 但是有些道理你必须明白 一 不是你的正也得不到 有个朋友中学时就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女孩 为了追求这个女孩 她想尽办法制造糊液 精心准备小礼物 绞尽脑汁写情书 甚至停支院时都跟女孩抱了同一所大学 但是女孩就是不为所动 她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女孩跟一个认识没多久的男生谈起了恋爱 她心如刀绞 但还是不肯放弃 后来 女孩被那个男生甩了 哭得死去回来 她急忙过去安慰 女孩才勉强接受了她 她喜不自首 以为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 两个人今后可以幸福地在一起 但两人只交往了短短几个月 女孩就提出了分手 她说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一刻 朋友才真正明白 生活不是偶像剧 不是所有的事情 只要努力了就会有结果 放下执念的朋友 心里反而没有那么难过了 她删掉了女孩的练习方式 一切重新开始 后来 她遇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女孩 现在都已经当爸爸了 在谈起往事 她只是淡淡地说 以前我总以为 没有她就活不下去了 后来才发现 没了她 日子反而变得轻松了不少 爱情如此 其他东西亦如此 有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注定得不到 即使勉强得到了 也注定不能长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合适就一起走 不合适也别强求 与其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如潇洒地挥挥手 转身去遇见另一种风景 二 是你的 迟早都会懒 苍穹之毛里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分为生的穷小子春儿 救了一个占星师婆婆 婆婆见她心地善良 便替她算了一挂 说她是天上的卯秀将生 将来会掌管天下的财富 一个穷小子 怎么可能会掌管天下财富 别人都把这个当成笑话 但春儿却对此深信不疑 从此更加乐观自信 后来由于经验巧合 春儿得玉琪人 学得一身本领 进了皇宫 在皇宫里 春儿靠着自己的聪明善良 得到了太后的赏识 太后便命她掌管大内库房 走进大内库房的春儿 看着琳琅满目的珍宝 才突然想起当初那个 自己会掌管天下财富的语言 佛阅 一眼一拙 莫非浅定 蓝音续果 必有蓝音 命里有事终须有 是你的 历经百转千回 也会来到你的身边 我们经常容易抱怨 为什么我还没有成功 为什么还没有遇见对的人 为什么坏人还没有受到惩罚 人生是一场后期勃发的旅程 从播种到收获 总得经历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的心愿 没有立刻实现 也许是时机未到 也许是修行不够 但只要不放弃 不逃避 该来的迟早都会来 余生还长 不必着急 不必心慌 总有一天会如愿一场 我们要做的 就是多行善事 继续努力 过好当下 静待花开 三 如果事与愿违 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人生在世 不可能事事顺心 如果有时事与愿违 也不必伤心难过 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安排 有一个年轻人 非常仰慕一位文学大师 很想得到大师的指点 他屡次提着礼物去拜访 大师都避而不见 他想通过考试成为大师的弟子 但连考三次都落榜了 最后一次落榜时 他心灰意冷 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不可能与大师有交集了 他回去找了一份报社的工作 开始老老实实地写文章 几年后成了一位小有名记的记者 后来有个机会 他可以去采访这位大师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大师对他说 我看过你写的文章 觉得你的文笔还有特点 今日一见又非常投缘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收你为弟子 就这样 年轻人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当初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初的三次落榜 与其说是命运不计 不如说是命运给他的另一种安排 让他丢掉一步登天的幻想 回去老老实实锻炼能力 一个人的位置 必须有自己的实力相匹配 只有能力到了 机会才会随之而来 都说天无决人之路 上天关上一扇门时 一定会随手为你打开一扇窗 你遇到的艰难险阻 可能就是你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 世间一切都是注定 人生万物皆有因果 那些帮助你的人 是来让你更好的成长 那些伤害你的人 是来教你人生的道理 那些开心的事 是为了让你更温柔 那些难过的事 是为了让你更强大 所有的得到 都是你中闲的善过 所有的失去 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每一件事都有意义 每一个人都不会白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四 一面放下 万般自在 人生都是旅行课 匆匆不过几十年 走走停蹄 看世界风景 最后 史如过往 人如云烟 渐渐地都会消散 人之所以累 是因为追逐的态度 计较的态度 因为做不到 才时常焦虑 因为得不到 才贪图小利 越想得到 快乐越少 一个人活得怎么样 开不开心 不取决于别人 而是取决于自己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心性所致 世间情 人间情 最怕的就是人的侄念 一念起 一念灭 一念心 一念魔 一念生 一念死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念放下 方得自在 世间事 都有它的定数 该来的会来 该走的会走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不要去远天 上天自有共断 很多事只在一念这些 你放下才会轻松 如果学会释怀 不去计较 不去理睬 才会活得万般自在 往后 愿你不急不躁 做好眼前事 不为被来有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